好 再来看一起意外事件 在台中呢 这名女骑士 骑车上了后风大桥半途中 她的机车的钥匙掉了 情急之下呢 她贪图方便逆向骑回去 还蹲着身子要捡钥匙 但这个时候呢 不小心碰到了油门 不得了 机车呢 绕了半圈冲了出去 后方来车差点撞了上去 造成了一些意外 车子开上后风大桥 一台机车突然逆向冲了过来 女骑士以压车姿态 绕了一个半圈 身体差点就 重甩在底 驾驶被吓了好大一跳 紧急刹车 再看一次 惊醒画面 女骑士就像 泪残一样 无法控制机车 差点就被甩了出去 原来这名女骑士 汽车途中 机车钥匙突然松脱掉落 一时情急硬向骑回去 半蹲着用左手要紧钥匙 右手却不小心催到油门 才会冲了出去 女骑士半蹲紧钥匙 不小心催到油门冲了出去 这画面怎么有点给她熟悉 没错 这动作就像是重机骑士 单手卡普一样 过弯时压低身体 膝盖摩擦到地面 不管是转圈 压车 身体倾斜的角度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女骑士也在卡普过弯 但其实这个动作真的很危险 可不是在耍特技 女骑士先是违规逆向 又没下车在紧钥匙 勿催油门 还好轿车驾驶 进击刹车没有发生 撞车意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